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关于婚姻的案例 只要谈到婚姻 这几个用神不得强调了 不得强调 哪几个主要用神必须要先找出来 谈到婚姻 跟何以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矛盾 这是主线 其他的日干严命 都是必须要做参考的 在这个案例之中 我们来看 这个82年的女的是姚彻的 不管是姚彻 还是当面求彻 我们还是要以日干为弄成 因为她当时纠缠了这件事情 整个七门军都是她关于情感方面的所有问题 而不是以其他的这个 文派来讲 一句敢为用神的这种说法 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那么我们先来分析 以其的录工 以其这个符号是代表妻子的符号 或者是女人或者是女朋友的角色 除在这个正宫自逢空王的 说明说她这个角色 女朋友或者妻子的这个角色 位置是空的 也就是说是没有的 所在正宫为动 又连金门在这儿门破 上连九天 说明什么 她的内心关于情感的事情 是特别的 不好 所在一个动态之中 并且连金门 金门在这儿什么 担心害怕 金门在这儿是门破 所以这门破就是什么 有破裂啊 不好的事情发生 可以让她去理解 而金门所带着暗竿是根筋 根筋说明说 以和根 暗竿见了根 说明说她是有过婚姻 或者是有过婚死的 我们再来看六合宫里面 六合是代表她的婚姻关系 六合 所在对宫来克她 又在这儿伤门 六合代表是婚姻 说明她的婚姻已经受伤 说明她的婚姻是情感是受过伤的 伤门加急 代表什么 财善人死 在这里财善人死 怎么去理解 测什么 死什么 记住这个核心的点 也就是说她的婚姻是死过一次的 大家明白了吗 当然我们用老金想一下 82年的 年龄也不小了 快40了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符号 根筋 根筋这个符号 当然根筋是代表什么 前夫 可以她去理解吧 代表前夫 现在以其这个角色已经空的了 也说明说 既然婚姻死过一次 受过伤一次 那么这个根筋就几乎不要去考虑了 我们已经知道她这个婚姻 第一次婚姻已经失败了 我们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好我们再来继续分析 日干为丁 丁在预测婚姻中的符号是什么 符号是什么 那个角色 那个角色 那个第三者的角色 大家能理解吧 丁夏宁任逢和 丁夏宁这个和御林修门 说明说她目前 也是处在一个 梦幻般的一个虚假的 这个婚姻当中 大家去理解吗 因为彭舍代表虚假 离物也是虚 虚假的婚姻关系之中的 什么一种态势 我们再来分析 以下做饼 上面做了个饼 饼代表什么 饼是代表着婚姻关系中的 第二任丈夫 大家理解吗 第二任丈夫 我们看说明她身边 又是有异性的 因为饼在这个地方 指名沐浴 沐浴什么 沐浴为桃花 说明她的桃花正开着 但是开着这个桃花 有瑕疵的 有缺点的 有问题的 因为经文是来自于对挂 对挂 为对上缺 有缺点 有瑕疵 有问题的 既然知道她这个有瑕疵 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 刚好这个乙疵又是石干 石干代表着 这件求受感情的这件事 我们再来看 饼是代表他现在的这个男朋友 宫中与丙心合 丙心为微知之合 丙心 竟然是一对 在神天山里面 甲己合 以丁合 丙心合 缝合为一对 所以说这个饼啊 是有婚姻的 大家理解了吗 所以说这个饼 是有婚姻的 只不过是过得很不快乐 过得很不快乐 可以确定 心是代表着 这个饼的妻子 非常具体解吧 饼 来克心 饼来克心是什么问题啊 丈夫不爱妻子之相 这个卦 又于反铃 反铃说明什么意思啊 也说明说 这个饼和心之间 的这个情感关系 饼和心是相克的 男方不想要女方 像把它离掉 可以当据理解吧 反铃挂又出现了 反反复复 离不掉的相像 反反复复 为什么是离不掉呢 因为死门 落宫的地盘门是生门 既然是生门 死门加生门 就是死而 复生之家 死了又回来了 回来了又死了 叫死而复生 所以说他们这个 婚姻关系 就出现了一个 反反复复的 这个情况 以其 又来克饼 当然以其空是空的 我来克饼 我想要什么 我想跟别人一种什么 压力 就是这个以其求责者 求责的人 想跟这个饼 一定的压力 使其得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这个正宫是空王的 这个压力 是给予不了的 不论你怎么说怎么做 这个压力是给予不了的 可以上去理解 可以上去理解 最终的结果 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 石干的路工 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 顶下灵芯 还是很存在问题的 如果要强行要往前走 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新的路工 井门 有什么 有血光之灾 如果说你强行要逼他 离婚 最终对方的双方 会有什么 会有血光之灾 来产生 可以上去理解 当然事后反馈 正如我们齐门局 但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女人 是个警察 他现在外面的这个饼 是个从部队转到地方 任这个门局部门的这个领导 但这个领导的年龄比较小 比他小多了 因为他处在定卦 但是属于对方 是没办法离婚 谈了多少次 离婚就是因为什么 离婚的条件 达不到 对方的要价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 因为新下书贵 贵在这儿是落地 落地是钱的意思 但是对方呢 有错尔反尔之下 原因为什么 因为卡为尔 林玄武新家贵日月是明 锦门又在这儿是反明 所以说有错尔反尔之下 出尔反尔 比方说给他十万 同意你了结果又不同意了 又出了二十万三十万 就要反反复出现这样一个事情 搞他自己 这叫做门破 特别难受 让我跟他说一个方案 当然 这个方案 我是没有错的 让他顺其自然 为好 这个案例从蛋挂的角度 能够蛋到这儿 就可以了 至于运筹 那是后面要学的东西 好这个案例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